好 下一位分享者 應該很緊張啦 在結局後面 但最後一位就是James 他最緊張了 OK 好 最早來到最後分享這樣子 好 下一位是我們的Remy Remy是All to All的專家 他今天也帶來他幾個不同的客戶的AI產品 來跟大家做分享 好不好 一樣藉由各位掌聲 我們歡迎Remy的分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emy 那現在其實這一場 是我第一場沒有講電商的場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 第一份工作這12年都是在電商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電商OMO跟AIMRT的實際運用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今年開始正式創業 那做Online Merge Offline的這個領域 主要待會兒會帶到 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我一開始呢 做的電商比較Focus在0到1的品牌 那0到1的品牌是什麼呢 就是製造商直接拿著他的商品說 Remy幫我做 然後他連官網都沒有 就是一個老爸就開發了一個工廠 就開發了一個清潔劑 那就想要我們來幫他推 那後續呢 為什麼會進入到 Online Merge Offline市場 是因為我進入了 Joliath 薩斯公司 那在薩斯裡面其實2020年期間 剛好是IPO的前期 所以其實等於是在正式IPO的那一段 2020年到22年都待在Joliath 那我前一場呢 其實是在6月底的時候 講了Rosetta.AI 他們要請我去講授課的講師 所以其實在那一場我們就講了蠻多 AI跟CIM會人經營的一些連結 那後面其實要讓大家知道說 整體的電商為什麼它會跟Market有這麼大的關係 好 這邊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在2015年的時候是在瘋狂麥克當說謂廣告的投手 那所以呢 那時候我就是透過Facebook Google Apps就是自己親自投 OK 建了91之後我們使用到了一個叫做 AI的自動化工具 好 待會James會實際介紹 好 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在0.0.0年的時候 接觸到所謂的AI的一些數據的投放 那接下來呢 其實我在91其實最大的專案 幾乎都是透過Online Merch of Life去服務我們的客戶 那我的指標客戶是全家便利商店 那它在91的官網叫全家行動Go 歡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個冷凍美食 還有華哥的內衣 那目前呢 就是正式創業 所謂電商Online Merch of Life的一個顧問 為什麼 因為電商的一個Online Merch of Life 最主要是因為我的12年職業歷程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的電商呢 其實基本上永遠都是在做什麼 前面就是要找流量對不對 新客流量 然後好不容易觸及了 又要留住他們 還沒有到點擊瀏覽喔 OK 我們到第三層 它就開始引起了興趣 然後瀏覽 瀏覽還不見得購買 看 多累 這時候還沒買 然後呢 到轉換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購買 OK 轉換購買之後呢 然後呢 老闆就好開心我購買 可是呢 客戶就會跟你說 Remi啊 我的M1怎麼下降了 為什麼 我越比越又下降 這時候其實我們就開始推入到 所謂的品牌CIM的會員經營 那這時候其實有很多工具 那像後面我會直接介紹 Loseta.ai 它就是所謂CIM會員工具的一個專家 那前面也會提供就是 怎麼找流量 那待會兒會帶到另外一家我的企業客戶 叫Super A 好 OK 那最終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透過每月Routine式的去 打造我們品牌長期的一個累積忠誠者 所以做品牌電商 剛剛我其實有聽到 包含它已經有線上 那到線下的時候呢 它通常會有一個坎 那這邊我們其實進去 91的Databest 以及我的12年經歷來 通常有一個坎 就是如果它只有Online 那它可能年業額會到3000萬 會突揮給看 我指的是 還沒有到實體通路 康市美小區 或者是如果保健品 大術藥局上架 那它可能品牌就會有一個 上面的一個終極 打不到的目標 所以呢我們 最終呢 那時候做了很多SARS工具的一些 結合就是包含現在所謂的Marty 每一個Marty呢 我剛剛其實呢 在所有的 它的那個漏斗階層 其實呢 它每一個都帶不同的角色 那我今天直接demo了 兩個已經導入AI研發的公司 一家叫SuperA 一家叫Loseta的AI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OMO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做 Online Merge Offline 運用數位行銷跟Marty 去達成品牌全通路的布局 Online跟Offline的一個連結 而且Merge呢 它是線下到線上也可以 或者是它官網到線下也可以 Merge是一個融合 如果它實體店面開了10年 沒有任何的官網 這個也叫Online Merge Offline 如果它有官網 欸 營業了破了3000萬 想要明明的破億 那它也可以用Online Merge到Offline 所以它是一個整合品牌全通路的 一個解決方案 所以當時呢 我做了很多OMO的專案 它透過了各種的Marty 去做打通稅的循環 所以今天我其實介紹了 我自己的客戶Super 8 然後還有Roseta的DNA之外 其實我自己本身 因為是做OMO顧問 所以其實我 還有很多Marty工具的一些 所謂我有在 就是我自己寫的任意聊聊 提到說 為什麼我要打造一個服務商生態器 因為服務商生態器最主要是 每一個Marty工具 它有各自的角色 而且要專精 所以我在這邊 其實做了很多市場的調研 所有的Marty工具 它剛好一家公司的 企業體發展 兩家差不多都是30人 30人企業發展 其實他們也都已經是全球化的公司 比方說它工程師 Roseta的工程師是印度人 那Super 8 他們自己也是要做海外的跨境 那所以呢在這個部分 其實我後面會慢慢介紹說 怎麼樣用Marty導入AI的研發呢 去成為品牌電商的一個解決方案 好 我剛剛其實有稍微聽到有一個 就是這位就是朋友就是有提到說 他想要解決人力問題對不對 好還好剛好有解決到他的問題 那Marty工具其實最主要 最大的一個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客戶一定每月都會跟我們說 我要提升我的營業額 好不容易今年達到目標了 然後呢 Q4在寫明年度計畫的時候說 Remy我YY要成長20% OK 所以呢一個品牌 如果他是從0到1新品牌 好不容易陪跑教練 跑跑跑到3000萬營業額的時候 好想跟你說Remy我現在的KPS是1億 好那怎麼達到1億 其實就是透過不同的自動化 去驅動他們品牌電商裡面的組織結構 好簡單來說呢就是在客服的部分 我大概有會帶到Super-A 現在已經導入的Super-A AI工具 他其實是打通了前面創造星客流量 創造星客流量的意思是很多全渠道 Meta或是IG 或者是Light App的私域流量 他可能會有很多客服上面要解決的問題 好他還沒有買 好比方我之前有賣過床墊 還沒有買因為高單價一萬五一張 他可能就會跟你說這個床是怎麼樣 軟硬度啊 他Size是怎麼雙人床 所以他在還沒有買前期 其實就會有非常多的疑問 所以這時候呢就有Trap-A公司 開始導入了這樣的AI 在近年度的時候幾乎去用Trap-GT導入進去 解決了在AI上面的一些星客流量的部分 那在Rosetta.A他的角色呢 是已經進入到轉換的再行銷 OK 當我們已經把客戶品牌的業績已經提升到 好我們營業我們超過五千萬好了 他就會開始有新舊客的一個占比 所以呢在舊客占比這邊呢 我們會希望去加深他們CIM會員經營的一個評次 去降低他的行銷成本預算 因為那時候呢可能客戶就會反映說 啊數位廣告這邊花的預算媒體太多了 所以呢他就會進入到怎麼樣 為什麼會需要這一些工具 所以呢我在這個部分呢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今天呢我列出的這兩家 他是用Market導入AI的研發 解決了整體的OMO的一個循環裡面的各自的角色 如果說他是Trabot智能客服 他解決的角色是因為一個品牌 他如果要達成OMO循環還有Online Online的時候呢在這邊一定會有分品牌全新客上位購買 就是我剛剛提到客服可能會需要去做大量的人力溝通 好在這邊也有所謂線下的一個客服 大量溝通 那我在他有購買階段性的時候呢 開始導入了所謂AI商品標籤化 就去解決他的在行銷的問題 所以呢後面呢我就直接進入像今天的 Super AI的AI 其實呢我們是已經導入TrapGPT 那他還在4月的時候正式上市 那主要呢他就是可以去改變語氣 好為什麼改變語氣這麼重要 因為呢有客戶跟我們反饋 Remi啊我請的這個客服 不知道為什麼他跟客戶講話都很容易惹他生氣 然後不會成交 所以呢改變語氣這件事情其實是解決了一些中小企業的老闆 他在客服這一邊的人力配置問題 以及加上智慧的一個emoji 為什麼因為有時候男生講話比較深 或是工程師不打標點符號 所以呢他就導入了智慧emoji 這個後面會有demo的畫面 好再來就是翻譯 翻譯的部分來說的話呢 他目前有資源就是4種的一個語言 翻譯中簡中英文跟日文 因為現在呢我也接觸了很多是要做跨國 也可以跟大家在場順帶分享一下 當他名義已經破譯的時候 其實來找我們他就會開始跨國 那跨國的話我本身的專業是比較focus在東南亞的部分 那東南亞的話馬來西亞我是比較熟 因為之前有經手過 東南亞的話馬來西亞就是簡中 所以那時候投廣告的時候也會是簡體中文 所以會需要把所有我們算寫的文案 再去做一個翻譯簡中 再來就是文案的一些精簡 其實會發現有一些人可能在文案精簡的部分來說 跟珍藏還有內文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其實在實際上去使用的時候會發現 其實呢他是可以去讓整體的品牌形象 還有這一些客服人員去挺身 好其實呢減人力啊是一件事情 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可以解決了中小企業的煩惱是什麼 就是能力的一些交換的 他們可能離職啊接手的時候 他可能在客服方面的回話可能不太一樣 或者是在剛開始接手的時候 他可能還沒有抓到這間公司的一些口氣 語氣跟氛圍 因為現在有很多品牌 電商都會喜歡說是什麼某某粉啊 或是某某寶之類的 那有一些人可能剛接手會不太適合 不太適應這樣子的語氣 所以這個部分導入這個AI 其實就是要去補足這個部分 還有最終呢當然就是提升客戶滿意度 所以其實呢回到我剛前面有提到 他的漏斗階層是客戶滿意度只要投他喜歡 然後呢你第一次接觸他進到加入購物車 以及他實際購買 最終其實他的客戶滿意度 在第一層漏斗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提升電商的實際轉換率 因為其實呢我們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發現有些品牌組他請的客服人員回話 可能沒有那麼的容易讓他提升轉換率 這時候其實有客戶有興趣的人 他在最前端的時候會掉單 所以呢這個時候是我們覺得 他可以去補足的一個功能 OK我來直接demo給大家看 好那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就先截取一個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是智慧的emoji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全部的demo 你將這邊點來AI之後 你只要簡單打一段字 他就會把你的emoji給放進去 好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他會把你的emoji自動放上去 但其實呢在前面在這邊 我可以再暫停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呢前面我提到的那幾個功能 就是翻譯以及文字精簡增長 還有錯別字語氣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因為它是demo畫面 這邊我想要先以就是比較可愛 比較cute的這個部分分享給大家 好那接下來呢這個是最前面的一個開發 那後面呢其實呢也是要給大家一個小小的小預告 因為呢emoji呢它其實算是 我相信其實其他家確保 可能他們也有導入這樣子 比較就是像是可以優化一些語氣 但是呢我們其實在super 8這邊 我服務他們的時候 我們即將推出一個新一代的智能機器人 它就是整合品牌CRM的一些會員經營的解決方案 那CRM會員經營的解決方案的話呢 可以簡單跟大家說就是其實現在在服務客戶的時候 CIM會員經營它真正去做的一件事情 其實以我這邊的經驗是去提升就客的轉換率 好前面我們談的是新客的流量把它推進到第二層對不對 那所以呢接下來為什麼我們第二階段是 做比較深度的CIM會員經營 因為它是等於好你在前面已經用Trap GTT的它的那個 整個的super AI 的一個好像已經提升它的購買率了 讓這些顧客覺得很滿意 再來呢我們就會進程到它已經購買成為我們的舊客 所以就是要開始去做舊客轉換率的一個提升 好那接下來呢我就介紹一下 Rosetta.AI它在個人化的專屬推薦這個部分 那這部分的話呢其實有一些人他可能好奇說它這個是怎麼樣的分析 其實它的分析結果是整體都是用AI的演算去做分析的 包含就是如果進到官網電商近戰的時候 它可能會購買之後會有一些AI工具會推出說它如果購買之後 它可能會給它相似性它有購買的商品 所以其實這個工具呢最主要就是去幫它分析 它購買了什麼樣的衣服 然後給它一些hashtag 讓它在這一些分析標籤部分呢 讓它做一些AI的一個自動化的一個生成工具 以至於到下一個部分的時候呢它就可以去提升它的一些推薦的一些屬性 所以呢它在整個官網上面的追蹤的一些整體的一個轉換率呢會提升 那因為今天呢我這邊時間有限的關係 我是推薦先以這兩家來做 但其實整體呢我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最終我們要做的東西呢就是前面的那個漏斗它影響下來之後 以我們的經驗是每一個market的工具 以及我是目前是superhead的企業顧問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討論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每一個market它真正專精的部分 其實我現在在輔導服務他們的時候我們反而是做一個solo 因為它其實有些工具它是一下子開發非常的多 所以這可以跟大家經驗分享 因為相信有些人想做sars工具的開發 那sars推廣的部分其實就是最重要的是找出他們最好的一個工具 所以呢為什麼我今天也把這兩家濃縮這兩個部分分享給大家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兩個部分它可以同時解決大家行銷漏斗 最上層的聊天機器人的部分 以及最下層的提升轉化率部分 那其實也想讓大家知道說 所謂的OMO它最終就是要做整體數位媒體跟各通路平台 第三方數據呢去為第一方的數據所累積 第一方數據就是指官網的系統 不管就是我前中家轉移或是所有shamlight或是QDM等等 所以呢最終它是要導入到這個部分去 那它未來呢也小小劇透一下 有可能也會跟Tribart或是等等去做一些連結 或是怎麼樣的去做數據的再行銷的再應用 那最終都是希望去提升品牌的第一方的數據購買率以及它的會員 因為用會員去做再行銷的分析提升它穩定的一個持續的業績的一個成長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電商方的代表 OK 好 感謝大家 那我是Reni 那我也有品牌就是個人品牌的一些自媒體 那歡迎大家我的Facebook會分享比較多就是電商相關 那我們下一棒交給就是媒體的James 好感謝Reni的分享 謝謝大家 OK 好那Reni他是很有經驗在Auto World上面 特別他之前就在APP待一段時間 所以做了蠻多蠻多蠻多大案子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跟Reni再更多了解 OK OK OK